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看悬 这可怎么着 你说你 你 你 我求你 你你帮我吹着 吹着点打个电话 这么点啊 咱俩再下一盘棋 你要赢了 我就给你打着电话 你要输了 我就不管 那你得压弄得我点 来吧 改天 这是干啥呀 整个草荒 这里装啥呀 这 猪 猪糕子 谢广坤家的猪糕子 那你找谢广坤 整猪糕子干啥呀 又是 你别看现在是猪糕子 一 一会儿就变了 注意到 注意到 马上见证奇怪的时刻就到了啊 往这找 出来 出来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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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快 冯坤 看这大猪糕子咋样 出来 这咋样你猫的 主任啊 你们不是想打他吧 不能 嫂子就是开个会 你回避吧 我也不知声我就听还不行吗 今天这个会 就是帮助我困的 我琢磨着你在这儿 面子上挂不住 我跟他早就没有面子了 关键我怕 再打他咋整啊 有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 嫂子 回去吧 没事 他不能把我怎么地 主任那我上外边站下去啊 啊 来吧 出来吧 我不出去 在这儿挺好 村里脑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 四哥 坐 哎呀 挺正的 那 要在空里带着 咱们开会 啊 谁要发言 我 看七哥 多 多踊跃 不是踊跃 是心里憋着气呢 老子话了我都想说 不是谢网友你到底怎么事啊 五十多岁的人了 一天出事就像小孩似的 一天散遍逼着小萌和永强离婚 你想咋子 你当着大伙说说 你就去想干啥 老徐 王老吉现在问我了 我是不是可以发言 你 你那不叫发言 你叫交代 老实交代 行 交代 我交代行吗 我全都交代行吗 好 交代吧 这个 最近呢我们家发生这些事呢 我不说了 你们都知道 是吧 我为什么 鼻子永强跟小萌离婚 那是有原因的呀 你们大家想一想 啊 谁家小两口 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就那么分开 那与其这样 默不如就离婚呢 是吧 两头谁也不耽误 那你说 咱娶喜们为啥 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 那你说 他俩这好几个月好久这么分着 怎么传宗 怎么接代 那你说我逼他大离婚 有错吗 有错 有错就是有错 小萌和永强他俩都不着急 你当老人着什么急啊 你想咋的 就是你 人家当事人都没着急 你能大碎是 你欠欠你得啥呀 你能不能给我闭嘴呀你啊 你上嘴嘴下嘴嘴一碰 你说得到清就 那是我儿子谢永强 要是你儿子林永强 你试试 你比我跑得还快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呢你啊 是不是老四 对 对啥呀对 咱们干啥呢你 你知道不 开会呢 偏了啊 有点偏了啊 这样吧 我定个方向 好吗 向文坤 小萌和永强 离婚这事儿 咱们先放一放 啊 就是说俩孩子 还没离婚呢 你就给介绍对象 啊 有你这么当老人的吗 对呀 咱不知诚了呢 你是得回没给他介绍成啊 你要是介绍成了 你谢国坤可就贪事了 我贪啥事啊 这个那个那叫婚姻法上 这叫啥你知道不 从婚罪 整不好就给给给给你判了 徐主任 你给他算算 看到底够够判吗 你这还问着了 够不够判刑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你谢国坤 破坏家庭安定团结 这个还是有点 如果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可有办法治你 今天能哥和四哥 不给你高框抬这来了吗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就让四哥和能哥 把你抬到镇上去 我拦一句啊 最好是搞汽车送 因为这这里抬太远了 这干一天活 确实抬不动 给110打电话 这直接给给给他送监狱去 那可不行 没办法拿错我干啥给送监狱去 没真说给他送监狱去 那不刚说完吗 这不是跟他说的吗 让他悔改吗 如果你不悔改 保不齐将给你送监狱去 这完了 来来你说这 足备完了吗 这不 走吧 上市 江 这旗子 没得能嫩 阿松啊 印度复苏啊 这电话打不了 谁让你输了 哎呀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呀 你说我姑娘 在你姐姐家吃那么大亏 答应说给南北工作 你就这孩子 要不上班的话 各家一呆别出火了 别出病了 你说我怎么办呢 你说呀 咱老哥俩你得帮我 你打电话去追追 这说话也不算数啊 净跟我俩有能力 没急 你看你看你多听一会儿啊 你咋这么多事呢 求你了快再打一遍快 喂 接了 还没人接 没人接你玩啥玩意呢 不是我以为接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没人接电话呢 怎么不好你姐夫躲我 我明天明天咱俩去一趟行吗 咱俩去一趟 嗯 我去不了 我这酸死身呢 二百多人我得看着 你一个看大门的 走一会儿能咋的呀 那不对呀 这来人呢 丢东西你管呢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去我自己去 行了 哎 下棋呀 不不不不下 你啥人电话给打了不下 别来 什么人呢 所以广坤 你要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哦 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谁还理你呀 我是不跟他处了 够够了 我连正眼瞅你呀 我都不瞅 哎 老四 嗯 这咋老卖单呢 赶 赶 赶紧表个态 表 表 表态你我这 那就是 只要 破坏 家庭安定 团结的 这样的人 我肯定不跟他处 包括你 刘能 谁都不好是 等等 你提我干什么 哪块都少 少不了我呀 你听见了吧 狗坤 啊 一个村住着 能为我这些老感情吗 啊 大伙说你不都为你好吗 啊 能哥 四哥 七哥 现在都不理你 你再这样下去 连我都不理你 洛逊 他们几个不理我 我不说啥 是吧 可以 但这话你怎么能说呢 啊 你觉得你村里人怎么当的 你不清楚吗 是我把你带到镇上 啊 我跟齐叔推荐你 要么你能当什么 你现在你还跟我唠这个你 你好意思啊 你要这样说 那我也跟你说 你是知道的 这个村主任 我本事不想干的 是你非得传来让我干的 是 你带我上齐叔去呢 让我干这个村主任 那齐叔去不也是看我工作能力吗 啊 你要这样说话的话 你要有能力 你现在就去找齐叔去 让他把我拿下来 我还不愿干了 你不用唠这话 这还真在我考虑之中 管坤 你咋还不知道悔改呢 他们大伙都不打算打理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准备要全村里人全部打理你 你才能悔改呀 别人 败家的娘们你 再加钱你就跟我作对 出门你还这样 你等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收拾吗 就像你这么在乎醒悟 赶面我也不打理你了 不打了我倒 我谁都没有谁打理 不信网坤你什么事啊 怎么的 大伙都在这苦口婆心这么劝你 你这不明白呢 用不着 听什么呀 听什么呀 就对付他这种人 开会没有用 关键时刻 你干啥 你干啥这玩意 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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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哥呀 被先打呀 八姑娘 八姑娘 喂 陈棍啊 老杨呢 你去哪儿呢 我在宿舍呢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呢 大哥呀 我现在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全世界都没人理我了 你说我可咋整好啊 就我知道至少你还得有一个 谁呀 一个姓苏的 大哥呀 这都啥时候嘞 你说你 你这有点太不严肃了 我这还没跟你说正事呢 啥正事啊 你说啊 我老这葛家大爷子好吗 是不是 我也得出去 我也得 你看你 你有熟人的地方没有 我给我介绍的地方 我挣点钱 这老葛家这么大爷子 时间长了 哥 这女儿都已经瞧不起啊 哎 长官啊 我本身呢 就是个把大门的 社会关系啊 交往啊 也没有 难得呀 你对老哥这种信任 啊 这么点 你耍空着 你到我这来一趟 咱哥俩见面呢 好好聊聊 啊 大哥啊 可是见我就你的一个朋友了 你也别嫌烦 谢谢 你还有脸坐着呀 东西都放好了吗 放好了 你说说你 那么多人苦口婆心里 在那劝你 我横把了书党的护着你 给你胎监都不下 你是不是傻 我也没有错呀 你还没错 那大伙要不拉着的话 那王朗奇铁桥拍死你 拍死我 他拍不死我我就拍死他 哎呀呀呀 这还跟他拉硬呢 我这就给王朗奇打电话 让他过来拍死你 哎 干啥呀 谁是一家的 你不知道啊 你还知道咱俩是一家的 你瞅瞅这人员让你混的 多磕尘 我跟你都丢不起这人 那你说啥是 想好吧 谁不想好啊 想好 从今往后听我的 不该说的话 不说 不该做的事 不做 我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我不让你干啥 坚决不能干 那怎么一点余地都不给啊 要余地啊 行 我上姑娘家住去 这都是你对余地 走吧 看你 你在这样呢 我听你的 还不行吗 能真听吗 嗯 那有啥不真听的 那什么今天晚上吃饭 那碗还没刷呢 去刷去吧 我从来我都没干过这活 我我刷碗 呀 这怎么刚说完听我这就不好使了 行 我去刷去 行吗 我去刷去 行 行 让你混 今天这会议结果啊 不好 降婚领会就不是那么太深 其实也怪我 你说这村主任吧 我是不想当 起初就非得让我当 还是怪我工作的能力有问题啊 我向大家保持道歉 这个怎么能怪你呢 都怪向昆昆 这小子太顽固了 你知道吗 中毒太深 他得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兄弟 谢光昆 咱打个比方说 咱们谁也都不搭理他 他过几天 肯定会醒悟 等他醒了之后 他就知道他犯的什么错误 对不对 兄弟 你还别说老四 这话说得挺有水平的 兄弟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是苗府那边 就是太忙了 我要敬意心要干事 我肯定能干一番大的事业 啥事业 干个专利啊 都散会了 散了 许主任你也是 你都当主任了 你就改改革呗 你下次再开会前 你把咱们各家各户的 那个妇女 大家都交一块 参与参与呗 是 大刘啊 这次会议不按你说 我想让你参加了 后来一考虑那常棍也去 不好 你替常棍说啥呀 那我俩都离婚了 他是他 我是我 以后别把我俩往一块扯听见没 你说这真的行不行 如果大脚要站在咱们这个站好上 那我广坤不就孤立了吗 嗯 还说的也是 一样大脚给广坤一个经济制裁 买东西都没卖的 出地就老实 又咋的了 又把我给牵扯进去了 那咱们呢 咱们四个上大脚屋 开个座谈会 那走吧 来吧 赶紧进屋吧 走吧 走 你还咋不进屋呢 老三 你去进去吧 你别陪我了啊 你别啊 我不怕你这个孤单吗 孤单啥呀 你快进去吧啊 快看 我 我不就陪你 快快进去 进 进哪 你不让我进去 你不比我犯错误了吗 犯啥错误啊 三两五都 都一样啊 怎么样 一条他娘也不让你见大脚啊 她主要把我 抛弃她 咋的你也比我强啊 我那不但不像剑 买东西都 都不像 我 瞧你俩的四处 你们媳妇还把你俩当宝呢 啊 你瞧你俩长的样 一个磕磕巴巴的 一个丑丸的 就你俩这样啊 啪啪啪 把你俩扔得个女儿裹去 还得转给你扔过来 没人要 去 她俩呢 她俩怕老婆 不敢来了 都怕成这样了 那就算了 齐哥 咱俩把这事跟大脚说说得了 你说吧 齐哥 我说 你说吧 那好 你说 咱俩至于像大脚说的 那么严重吗 她说的有点太过来 还愣得女儿过门儿 那猪八戒哥那儿还疯抢呢 别说咱俩来 走吧 回回回回家 你这么说 我还有点自信 人生好比一场戏 戏里戏外不容易 千万你可别生气 干啥呀 我练朗诵呢 是她把夜练朗啥送啊 我心里毕业去 我要出出气 就出口气 行吧 朗诵行 别出声啊 那别出声我怎么朗诵啊 我说话你还不听了 刚才这话怎么说的 这家谁说了算呢 行行行 你说了算 行吧 你说了算 我不朗诵了 我看 我黏灯的看行吗 看行 闭灯 闭灯 闭灯我还怎么看呢 我摸着看呢 那你不闭灯我这叫啥睡呀 这痛亮的 你咋的呀你啊 在外边外边人欺负我 回到家你还欺负我 你让不让我活了 那你要不愿意活你就想招去呗 哎 是得想招了 得想招啊 我怎么想把永强的事办好以后 我再死 要不然我死不明目 死不明目 你干啥你啊 你不不明目吗 这就闭眼睛了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说这我能不生气吗 这 这也不磕着呢 怎么瞎说话 哎 干啥你打我干啥呀 你干啥的 我看我磕不磕着 磕着咋的 不磕着咋的 灵灯我告诉你啊 我看你这反常知道不 有人说我磕着 谁说你磕着呢 西大脚 什么呢 你怎么没脸呢 我告诉你不要大脚那去 你又去了是不是 不是 没去 不是我不上村部去开会去了吗 徐主任说开完会 还得上大脚那开一会 我就听你的 我就没进去 西大脚说你哪不进了呢 我我我我说我媳妇不让我进我就不进了 完了她就给我一顿吃的 哎呀你长得样你知道 哎呀妈 冷鱼果都没人要你 媳妇你说我有那么客气吗 嗯 大脚说对了 也就我瞎眼睛再被嫁给你了 要不你就打光光去吧 不 我这也没有缺彩地方啊 这么大脸盘子 去的也没去的胡子 那就是个肉球子呀 这啥呀 那我都这样了 你你咋还老看着我呢 别人看不上你 不等于你看不上别人 你结果真没进去啊 没有 行 表现得不错 继续保持啊 你别瞅我了 你不愿意照吗 照吧 咋照那生的模样啊 这也没看到 挺好的 这牙多白 哎呀 没发现 这还有个酒坑呢 这酒坑多深 这 他们咋这么没有神美呢 老板 你仔细看看我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 要能控制住的话 我也 我算不算一个 标准的小伙 关键你控制不住我 我说假如说能控制住的话 嗯 那控制住那挺带劲 好看 那我准备去一趟女儿国 什么 上哪 女儿国 你受刺激了你 今天 有个人说我 说我长相 说把我扔到女儿国里头 都得愿意撇出来 谁说的 谢大姐 不过我发现那谢大姐说话 你怎么这么大回事呢 不过这谢大姐这就说对了 就把你扔到女儿国 都没人要你会告诉你 也就我能将女你这么多年吧 在我面前没事老提谢大姐 我那么不爱听你 我还想少提谢大姐 拿来 别喝 做这些 就你 至于这样吗 你 你说你ВО 进 什么 王贵那边有变化 怎么回事 他突然间决定不把设备和厂房转让给我们了 为什么呀 不清楚啊 清明 王明的设备和厂房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非常重要 那是肯定的呀 这些设备一旦被别人买走 肯定会对咱们厂造成很大的冲击 上一次的差点回到咱们厂 一方面有咱们自身大义的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设备 确实具有咱们所不具备的现金技术 这么的 清明 你陪我去趟王明公司 我去不了啊 我下午约了一位客户 那我自己去 行 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啊 嗯 来 爹 吃早饭了 不吃了 咋不吃了呢 哎呀 我到外边看看 有没有适合爹的工作 我不能老振呆子 爹 没事 你没有工作也无所谓 我跟大国养活你 只要你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就行 爹知道 好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点 记住了 不但心里记住 只剩我都记住了 你光记着不行 你做到 你得执行 我没走过人往下等你呢 听着没 还试你不到了吗 起来 干啥 我给你来的 你看 我马上我就走了 您说的事你可被我忘了忘 不能 你嫂子还挺支持我的 是不是 对 挺支持的 那谢谢嫂子 那我走了我还是着忙了 行 您不带着呢 不得了 等我来啊 你想出来咋 盯着到哪儿没我 还没想出来呢 没想出来你答应这是干啥呀 你要把这事办咋了 我看你咋跟王爷交来 我最烦低估我能力的人 以后这样的话你少说行吗 上屋这 这 上屋这 我上屋啥去 学习学义育儿大权 递你嫂啊 我嫂 干 干 去 天哪 这嫌疑的事 怎么叮你 你干啥呢这是 这腿脚就嗖嗖的 这腿脚好啊 还有刘翔啥事 你咋去了啊 我太激动了 有啥事激动成这样啊 那谁 王云走了 王云走了你就这么激动啊 对啊 他做我不自由了吗 说啥呢 我都听不明白你的话呢 不是 不是说王云走了 我在家不就没事了吗 我过来帮帮你这一早一晚了 我说你到底想干啥 有啥事 就是帮帮你嘛 不用 我这都是淡机 再说这点小活 我一个人就能干了 我现在我也淡机啊 我 我从山庄刺的时候 到现在这 就在家呆着呢 除了看电视 吃饭睡觉 真的没啥事 你跟我客气啥呢 就这点小活 对我来说都不算个事 真的 不算事 要我 陪 陪 你说啥话呗 你陪我说啥话呗 再说了 我跟人家王云是姐妹 那到时候让你说三道四 得多不好啊 你说啥呢大脚啊 这怎么还把王云给扯下来了呢 这不咱俩之间的事吗 你说咱俩这有一朵春节 春节得跟一汪水似的 这 这 干啥呀你 你说话就说吧 你挪什么布啊 你别往前走了 就原地站着进去 不是我是说啥呢 你现在你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你现在是需要帮助吗 这陈也太不要脸了陈也 我来帮助你 你难道有错吗 你说这大白天的吗 我这超市就人来人往的 那我 我又是离过两次婚的人 全村人人怎么说我呀 万一到时候戳我金江国 我还做不做人了 我这村里我还呆不呆了 上哪儿花呢 白天不行 啊 我明白了 那我晚上过来啊 走 快点 来 找人去 谢谢啊 陈棍在那呢 在这半天了 进去吧 不用 我这儿听清楚的 我告诉你成果啊 就你在这儿你蹲守一天 你也听不出啥来 我跟谢大姐我俩友谊是纯洁的 好坏人都这么说 就这话要搁别人说 我倒觉得这 我还能听一听 就搁你嘴里说 我倒觉得那么别扭呢 你是不是以为你是好人呢 你是先因为作风问题 最后导致这工作问题 最后你是离婚问题 你现在你都成离婚主义者了 我跟你说 我看你这样真的 真替你瞅瞅我 那刘大脑袋现在也不是成功人士 听说也被王大拿开除了 那我辞职的 至于家庭问题 根据这目前的趋势 你这离婚好像是早晚的事 我告诉你 长棍啊 我就即使跟王云离婚 那也不是因为我有作风问题 充其量那就是一个 审美上出现点偏差 偏差 偏行 你别差 这是偏 不像这是偏 我往哪儿拼 怎么那还得告诉你啊 你管得着我吗 你跟大脚 不可能 你就死在这儿外心吧 不跟大脚可不可能啊 那是看发展 大脚可不可能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 是不是 干啥呢你这 没完没了个 那个 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潜伏者 大脚 晚上见啊 晚上见 这儿发现了什么 怎么发现了 Osaka 我刚才了 你到底是谁 呀 我那都不看了 我感受你 我 我们 forget 但是呢 希望你在择偶方面擦点眼睛 那是我个人的私事用不着你管 你别在这儿潜伏了 该干啥干啥去吧 本来今天想干点什么 但是什么也不干了 回家睡觉 养精虚锐 准备晚上 刷特 请进 哎 谢谢 请坐 谢谢谢谢 王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不清楚 要不然您打个电话吧 哎 好 我这里的设备都是新进的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 咱们今天就可以签好了 好 我先来看一看 那你先看看 好的 我接个电话 嗯 小芒你好 有事啊 我在你办公室呢 你在哪儿呢 你回来一下呗 你 你怎么过来了 我怎么不能过来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现在在外面呢 回不去 有事儿你电话里说吧 我 我 我参加我朋友婚礼呢 那行 那我在这儿等你吧 小芒 我现在不太方便 有事儿你就电话里说吧 就是设备和厂房的事儿 你不说好转让给我吗 突然变卦了 我本来想把它转让出去 但是我在整理材料的时候 发现还有一笔债务 没有处理完 所以我想先缓一缓 不是因为价钱问题 你不满意吧 之前我就跟你说了 不要因为以前的事儿 影响报价问题 而且我现在已经决定 做这件事情 你优先考虑一下 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你了 等你有准信了 给我个电话 知道了 行吗 那先这样吧 再见 哎 怎么样 看着 忘了 你们这设备还可以 就是厂房有点消 互相待呼气上来一下 我们这厂房可不小了 对于我这套设备来说 已经足够用了 嗯 这样吧 如果你今天能签合同 我再给你让两个点 忘董 怎么这么着急啊 缺签了 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想抓紧把它转让出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我们以后去要开个东西会儿研究一下 请您理解吧 不过我们也会尽快的 我明白 那 那我等你电话吧 这么对吧 你呀 上库里找的东西 看看有啥拿着 代表我和全公司 到那慰问问问问大姐 再问问他 缺啥少啥 是吧 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 如果默不开说 可以列个单子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鼎力相助 御夫啊 你这么办 你感觉稳妥吗 有啥不稳妥呢 人家也来看过咱们呢 是 他是来看你 但是走到那儿不回去了吗 你一身一身拿点东西走半袋回来呗 不是 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你找想 御夫 你这事万一让我妈知道呢 不好 她怎么能知道呢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有大脚知道 这事谁能知道呢 要说也是你说出去 我不能说啊 我嘴都眼了 你能办不办 这点事我怎么不能办呢 不能办那话 我总情理位置我 我怎么当啊 谁宣布你总情理的 你是副总 你怎么老越位呢 我说未来 我知道你怎么想啊 御夫 你不办我让小李办去 我办漂亮呢 行不行 另外没什么私心 咱们现在就帮助大脚也是正常嘛 对吧 谁都有落难的时候 别往别处想 再说最近 你妈那头的心胸挺宽的 人家什么一切都想开了 也挺信任我的 说关键你在中间 别给我整事 明白吗 我只有好的没有 没有别的 那就去办去吧 完了你最严点啊 什么我最严点呢 我跟你说就你说出去的 你能办不办 我能办 马上办 漂亮呢 那去办去 嗯 还有点不准你想 不如刘大脑子办点事 你说 真不准你想这 这还垫总经理这窝子呢 就行了 你能做好吗 你还要做好吗 你还要做好吗 不想做好吗 我没有说好 我一定要做好吗 你还要做好吗 那你怎么做好吗 你还要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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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梦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 你想啊 按照王冰的办事风格 他不可能再有债务的情况下提出转让 小梦 这里面肯定有事 不会吧 行吧 先这样吧 那我好好想想 大家这段工作干的都不错 但是还需要再认真 再辛苦点 那个做出成绩来 到年纪我给你们发奖金 谢谢 谢谢 那行 今天就到这儿 你们先回去吧 燕娜 还有事吗 永强 有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你开口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事不能说呀 是这样的 我们局长想让我回单位上班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还没有考虑好 燕娜 你也看见了 我现在这块正缺人呢 我的意思是你尽量留下来帮我 但是最后怎么决定还在你 那我回去跟我们领导商量商量 行 不用接 干啥呀 原先等我接电话 现在怎么让我接呢 因为你犯错误了 就不用你接了 喂 儿啊 妈 家里没什么事吧 啥叫没啥事啊 咱家事还少吗 这事都 多得不到从哪开始说好了 家里事不用你担心 你就是把你和小萌这事儿 整明白得了 儿啊 你是男子汉 啥事儿啊 能忍就忍着 能让就让 啊 从今往后 不管是小萌还是你爹 你都多担待着点 妈 我知道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啊 我及时回去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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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撂了干啥呀 啊 永江说啥了 啥还没说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啊 你现在电话不让接 你这么一整 我在这个家还有地位了吗 啊 你这不比我呢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 你要真把我整鸡眼了 我刚营业出大事儿 出啥大事儿啊 我出家 哎呀那你可快点赶我 你夺人走 我给你拿点路费 干啥呀 你干什么玩意儿呢 按啥呀 没有人你按啥呢 不是我不行让别人住银点你这不下山了吗 我下什么山呢我下山呢 你老按啥呀叮当的呀 有人你按行没有人你按什么无费电吗 费电 拉倒吧这这这车烧油他也不烧电呢 没有油的话 没有电吗 啥电电电油是油两码事儿才呢 两个路 有油的话怎么磨 不磨的话怎么起电 磨啥起电吗 你不知道吗 趁轮咧 莫了吗 哪儿磨了 哪儿会磨了 跟你说不明白呢 降什么晚上降啊 你俩说 大哥 是走电还是走人 我不知道啊 知道 必须说 王总说是啥 那就是啥 你俩就捋个爬吧 你俩就 不知道啊 不行 听着没 听着没 听人怎么说没 降不降 还降不降 不降 摸 摸 摸吧 摸 摸吧 咱俩在这摸 够好啊 你够好啊 有车 前面有车 车给你开的白响了 看 傻事 抓紧 跟小萌离婚 这条你也敢提啊 这条 这条可以暂时不提 你可以敢提 王老齐的铁锹 拍死你 吹牛 拍死谁啊 说上谁拍死你啊 你可别吹了 给宋青莲安排工作 你答应他了 那徐冠里都提出了 我能不给这个面子吗 那他说啥 你就答应啥 不是说他说啥 我就答应啥 关键是这事 咱们家能办到 你能办到啊 那有什么不能的 家里备十箱水果 你有病啊 你备他啥 你能吃啊 这十箱水果 不是我要吃 是来人去解 咱们招待解用的 这显着咱们俩有身份 有档次 知道不 你怎么能装呢 给我买双皮鞋 你干啥呀 你除了上山爬领的 无前无后这么转 你穿皮鞋干啥 你不怕板脚 板什么脚啊 那松木棍来 就他那样都穿皮鞋呢 我怎么听 再来说了 永强是个大老板 我穿什么皮鞋 我是给他争光 你以为我愿意穿呢 都否了 什么玩意 都否了 那你那意思 连我都给否了呗 早就该否了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 打我嫁给你到现在 你做过一件正确的事吗 你说的对 我一件正确事都没做过 我做的全是错事 说啥 但你知道 为什么我做的都是错事吗 为啥呀 那是我这辈子身边 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人 瞅啥呀 我这辈子跟你们活的 我憋屈 那你咋不憋屈死呢 老坤呢 老坤 他干啥去了 老坤呢 有没有人 他俩干啥来了 哎呀 肯定是被送进来 他那工作来的 不行 我得躲躲 你往哪躲呀 我这还出不去 这 老坤 不是 你答应了 那你惹的事 那你 我咋办呢 哎呀 你现在一家之主 你说了算 你想咋办就咋办啊 快给我关上 一会儿看了就全完了 快点快点 老坤呢 哎 把那杯子给我收起来 哦 老坤呢 哎呀 嫂子 老坤啊 那你 你咋来的呢 哎呀 这不是孩子事吗 那谁管坤呢 没在家呀 屋里没人了 没有了 让咱进屋 不 就咱俩进屋不好吧 哎呀 嫂子 咱这这么大事 你寻思哪儿去呢 我出了下棋 没有别的爱好 啊 哎 那 你 你说你干啥来了 我这不是问 姑娘的事吗 上班的事吗 那个 有不到工 广坤也落实没有 咱整 等着急呢 我 那我不知道 你得问广坤 那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 那你那意思 非得等广坤回来 才能知道结果啊 嗯 哎呀 那我先弄 我这坐等着吧 不是 那 你就搁这儿等着呀 那我不搁这儿等 上哪儿等去啊 哎呀 周局长 哎呀 燕南 回来 坐 哎呀 这个 在永强的工作的 挺好的是啊 永强那儿特别忙 所有回来的少 其实我平时也挺想常 回来看看大家 你在永强那儿工作呢 我作为局长了 并不反对 但是你还年轻 你不能总在永强那儿耗杂 没事呢 常回来跟人家沟通沟通 啊 嗯 咱们单位呢 下一步要准备提拔一批年轻干部 你总不回来 你机会就少了 嗯 局长 局长您说的有道理 但是吧 我觉得我更适合干专业 提拔 提拔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 你还年轻 这事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提拔你跟你干专业并不冲突 谢谢您对我的器重 我一定会认真考虑了以后再答复你 燕南 说实话 我对你们这批大学生还是很看重的 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对你们的一片苦心的 嗯 知道了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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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个儿喝完了 说过 王董事长让你俩过来接我回去 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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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边 干啥啊 啊 看边干啥啊 保护我们王董安全 你谁啊你 我不还是那个保安队 队长 宋队长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啊 我还是原来的我 你呢 我不行了 是 陆沛了 对 哥 要面对现实吧 叫谁哥啊你 叫你啊 我不是你哥 你别叫 咱俩不亲近吗 谁跟你亲近呢 没你这亲近啊 不是 亲人亲人猜猜 现在我们领导 老师王天来 哥你最好呢 让开 你喝起家 这血的一套一套 干啥 干啥 爷 干啥哥 别叫我哥 听见没有 别叫我哥 你怎么 发脸不严厌呢 你怎么看你 这人 看你狗眼看人第一呢 我看你 没有啊 你看你 发脸不 顾不好啊 天类好 我大姑回家呢 你大姑 在医院呢 医院呢 嗯 我怎么上医院了呢 你干啥那个事啊 撑啥玩意呢 不去医院陪我大姑啊 我告诉你姑 我现在作为山庄的领导 我得说你两句 你别作为领导 我现在不是山庄员工 那我也是你亲近 你真是做不对 你可整得没用撑啥玩意呢 我大姑住院 你不给医院呆着 你干什么玩意呢 你注意老爷们 你都陪她呀 我说王天来 王副总你说啥呢 你调查研究了吗 你就发言 是你小姑住院了 你大姑的医院护理呢 齐三太都不去 我去干啥去 你说明白老 多吓得 你说明白了 你说 上一遍去 闭嘴 玩那个啥子你 拉一会儿工作你 这大体格 练啥呢 狗方 锻炼 锻炼呐 锻炼好身体 重返工作岗位 回山庄呢 对呀 回山庄 能回去吗 可根本不可能 你说什么玩意儿啊你 说什么玩意儿啊你 干啥哥 你看你这老 老头 谁是你哥 谁是你哥 我跟你说哥 你 你要当很 没有 没没有期 我刚来我就撂你了 还 这 抬 回边 翻脸破云 再说 别操 王天兰 好好干啊 往副总经理 哎呀 山庄有你这儿年轻人 山庄的明天 更美好 百分之百 必须的美好 我没说美好 我说美好 好不了 你就看着吧 我是年轻人 我有发展 我们都年轻 对 我们很年轻 我们很直到 必须的 怎么让人刚才说的 我们很年轻 我们很直到 必须的 不搁了吗 必须的不 必须他可好吗 新的 我那个 我们很年轻 我们很直到 欧了 好 欧了 全欧了啊 我再来 没事看看你小姑娘啊 别没事 闲逛的啊 这一趟那一趟的 就这没用的 别掺着 我听闻 放心吧 怎么了 哥啊 欧了 谁是你哥 刘总 你看这俩 都是你家亲戚 我俩家在中间 我俩也没办法 没事 跟你俩没关系 我也没这样亲戚 你俩 走不走 走 走啊 走走走 那我俩走了 刘总 走走走走 走走走 那我一会儿想出去干活 我还想锁大门呢 你这院里啥都有啊 你说你这话说的 你师父怕我偷你家东西啊 就没有你们家这么办事的 工作工作不给纳闷 啥啥不给扔 你说我来了 你就给倒点水呀 照你这么说 我今天非跟你交这个劲不可 我非要进屋 我看你家那丢什么东西 哎呀 老总 我跟你说 我让你知道知道 我老总是什么人品 老老老 谁谁也不知道 你干什么呀 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是啊 左一出右一出的 你还怕我偷东西 你不信你走 我看他丢什么东西 干什么啊这是 你走走 不走给我倒水 这是干啥呀 你拿我送福一道什么人呀 这是 没有水果啊 没有 你真是有福不会行 我跟你说 我家又有永强那么大的果园 我肯定得摘个十箱八箱 往这一放 来人去勤了往上一端 不显得有档次吗 你离我那么远干啥呀 没事 你说话我能听见 咋的呀 这广坤 这老也不着家啊 那这屋里屋外 谁收拾啊 我自本干 你也不容易 人家收拾也挺干净啊 看来呀 这家里呀 有女人跟没女人 就是不一样 你瞅这家庭收拾的 干净 你再看看我那家造的 像猪窝是 趁这话说的 那猪窝咋住人呢 哎呀 我不瞒你说 我媳妇活在这啊 我家那熟悉的 老干净了 她这一没了 完了 也没人熟悉了 没了 没了 哎呀 贵可惜的啊 但是 她没了之后 我还有个三个女人呐 嫂子我说话 你是不不信呢 啊 信 信 信啥信呢 我瞅你那表情都不信 不是你老靠的跪干啥呀 那跪里边有跪重东西啊 你怕我偷啊 没有没有 没有 那屋里没外人 嫂子你坐着 我跟你唠唠 不行 我搁这能听着 你坐着吧 你看你这客气啥呀 你快坐着 我拽你呀 我自个过来 坐吧 哎呀 嫂子 我不怕你笑话 我头一个 是邻居给介绍的 那长的 那就不用说了 我跟你说 个头 我们俩差不多少 我一看 我就配不上人家 但是人家呢 都没嫌弃我 把我感动的呀 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呀 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 跟我提个条件 非要跟我要个孩子 我的一心思 你说要个孩子 他还能对我姑娘清脸好了吗 那是后马呀 我就长了心眼 我说不行 我的一说不行 他还跟我急了 那不行就慌 我说慌就慌 四条腿找不着 两条腿不有的事 就这么就慌了 哎呀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那长的那又更不用说了 那像天仙似的 我跟你说 你兄弟见过 我不忽悠你 不信你问你兄弟 我一看 我怕我仰望不住他 要说我胜伏棍 这带女人缘 就这么那 嘻了糊涂 就跟我就过上了 反正也没过场 也走了 挺得意你 这咋还走了呢 这不还是用姑娘清脸吗 对方啊 非要跟我挂人世界 说我姑娘是多余的 扫着你听听 他说的是人话吗 我一接滚 要我撵走了 走了还把我坑一下 把我打工挣这俩钱 都偷走了 我一着急一股火 冰倒了 哎 我就心思 你说我这位咋碰着这么个女人 她的心眼咋那么不好使呢 可不认的 哎呀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那就更不用提了 第三个呢 咋也是怨我呢 第三个 我这头两次都受到打击了 我心我应该把握住啊 不应该随便站着了 嗯 到关键时刻没把握住 朋友一介绍 我又领回了一个 先前呢 倒没出啥事 后期呢也走了 过得挺好 走啥呀 她没走 我姑娘清脸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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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姑娘孝顺呢 一看那爹这么大事呢 找个老伴也不容易 也别耽误我们过日子 孩子就离家出走了 爷爷 少了我问件事 你说咱这么大事呢 你说我还是要姑娘还是要媳妇 那那还那还用说吗 少了你太对了 我出去找我姑娘去了 我找一个多月 把我姑娘找回来了 她走了 人家说等不起来 要我说我孙福贵 这辈子就证命了 我认了 哎呀 没招 您是挺苦的 哎 那第四个呢 还哪有第四个呢 第三个就把我整完了 还第四个呢 但是嫂子我不瞒你说啊 我还真有这种想法 都把姑娘嫁出去了 我肯定找个第四个 第四个我要找 嫂子就跟你一模一样 什么话呢 什么话呢 第四个呀 问你干啥呢你 你拿她说的瞎话 当真事听的 她简单打听 第三个第四个呢 再听一会你就成第四个了 不是 你这不那个家吧 怎么在柜里转出来了呢 怎么的 我在柜里睡觉啊 我在看着我睡不着 我在柜里睡静 我能睡着 睡得香 你还有这种爱好呢 那怎么的 我说你来干啥呢 我这来不是为孩子工作的事呢 你为孩子工作 你是让我们来干啥的呀 不是你不答应说 给孩子安排工作吗 我什么时候答应就安排工作了 你就不开玩笑了你吗 我连自己都没有工作 我能给人家安排工作 照你认识说 那我就得找领导了 行啊 找领导是不是 那你去 走 哎呀 哎呀 走 好 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 哎 我就等着你 你还跟我这儿骂的 小样子 找领导 上这儿跟我耍来了 你 就我泡着水 我都没舍得喝 你还给他倒喝点 他要喝 你真行的你 不是我就发现你 你脑子有病了 你跟那种人你有啥烙的呀 哪是我烙的 这不他跟他一个劲说呀吗 你不问 他能说吗 我问了吗 你怎么没问呢 装糊涂呢 我点柜里什么听不见的 奶奶呀 你这他那人命不好 你乖可怜的 可怜是吧 那可怜你跟他去呀 你说的是人话不 我告诉你给我记住了啊 以后 他再来 你不想打扰他 你要敢跟他再说一句话啊 你记住 我对你可不客气 他俩跑过来的 跑过来的啊 累过了 过瘾吗 过瘾 来点冰棍 别耍了 别耍 别耍了 沈阳 姐 你怎么到哪里 比我大一辈呢 给我鼓呼的 你管他叫哥 这又叫姐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咱们亲人心猜一猜 咱们不得按辈来吗 我管你不 管 我是你上司不 是 那你就听我的 我叫什么你叫什么 刚才你叫什么 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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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给我说点事 啥事啊 进屋说去呗 你说你这孩子一当官 他长得挺神秘的 就搁这说吧 行 一声 你们仨给我警戒啊 听见没 不想别人 偷偷我们来谈话 行 往前散步我走 这下天来 太厉害了啊 太给厉害了 我来是东上 要我来谈你的 大拿上你来看我的 对 不是为啥啊 一切今天不言重了吧 就那么回事吧 别跟别人说吧 我不说 我不说 可是你这么一整吧 把我整糊涂了 你糊涂啥呀 婶儿 都过来人 那你还不明白吗 你等会儿 过来 过来 表示 表示 身后 好身 东西拿东西 拿东西 车上补东西嘛 拿来 快来 快点来 你们来就来呗 你说还带这么多东西 不得多了啊 嗯 太多了 我拿回去一半 拿回去这边 不用 不用 行行行 快来 就在意子啊 不是 这说拿就拿走啊 我还有别的用处是 别问了啊 你去需要拿吧 走吧 咱们走 走了 天蓝 走了啊 走 走 快点 快 慢点走啊 天蓝 婶儿 走了 婶儿 回衣服去 这油门踩的 一脚踹油箱里去了 哪儿再来了 啊 大小孩 那谁 天蓝来了 刚才 啊 天蓝跟你说啥呀 没说啥 他就是路过 随便看一眼 这啥都没跟你说呀 没有 那谁 给你送礼了这 没有啊 你还说没 我跟你说 大小这 就这些礼物 这些礼品 这都我当山庄经理的时候 我在那儿采购呢 你因为我不知道呢 真的 是王达达让他给你送的 你就别问了 我大小怎么的 我对你不保护吧 怎么在你这一句实话 都逃不出来呢 我跟你说大小 我对你的好 都大过对王云的好 行了 你说啥呢 别说那些没用的 你赶紧忙去吧 对你好都忘了 真是健忘症啊 好吧 你就享用吧 尤其得真吧 你多吃点 补脑啊 尤其补健忘症 对 对 在家呀 这谁呢 天来嘛 我在家 媳妇点说啊 秀呢 就是你 你他们 别怕没事 接受去 保安 保安 保护我的安全 县阳山庄保安队 队长就是我 保护我的安全 保护你的 秀没个家吗 上班了 上班了 叔 你怎么样 那挺好的吧 没坏拿去吧 是吧 我看你经历面面挺好 挺休闲 洗洗衣服 这很好 没事 带不住的话是山庄留留的 我现在不是山庄的副总经理嘛 就是大拿那块 对对对 你远那是不 说了算 泡泡温泉 对 完了不用花钱 你要买 签他 我直接一签就好使 是啊 来 咱们给叔敬个礼 来 敬礼 礼宾 好 那我走了 叔 来 向后转 好 前进 好 保重啊 没事去啊 好好 欧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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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问我意见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会成立工作 这样呢 一方面是因为咱们以后还是要到成立生活 这样生活更方便一些 另一方面就是 永强这儿毕竟是一个私营企业 发展空间有限 还是局里面发展空间更大一些 你说呢 当然了 这就是我个人的小建议 最终还是你来定 齐鸣 你知道你的建议对我来说很重要 其实我也觉得 在永强这里发展的空间有限 所以我说应该回城里工作吗 你要是觉得跟永强不好意思说的话 那我去说 我跟他说了 他怎么说呀 他当然还想让我留在这里工作 可是我相信他最终会尊重我的决定 那就好 哈喽 哎呀 天来呀 不是故意的呀 这么着急呢 哎呀 秀真好对吧 我还以为谁找我抬并号呢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特意来看看你 帮我比一程定号 不吉利呀 是 看我来了 还是让我来看你这车呀 这车我认识 不刘大脑袋熟的吗 对 我现在不是当山庄的副总经理了吗 这个车已经姓王了 不姓刘 秀啊 你知不知道副总经理的概念是什么呢 知道 就是副的呗 是吗 嗯 啊 那我山庄现在也没有证的 就他一个 就他说话 好使 对 就王总说话 好使 是 你现在都是山庄副总了 也不能空手来看我呀 那能是我副总经理办的事吗 不是 不是 帮他啊 帮他看看 是 表示 好 好 一点薄理 笑纳 一点意思 是 怎么这一盒吗 啊 一盒啊 哪有啊 你 你等会儿不得还卡名呢 这是最尊贵的 看谁呀 那都拿来 哦 全拿来 快快快 全拿来全拿 不放话的话不卡 谢谢 距离严密 就这么点意思啊 笑 那个 我得感谢你呀 感谢我 如果没有你和大果的话 我没有金钱 我也当不了副总了 跟你一样 还是在这个所里工作 所以说呢 我就代表个人吧 也代表山庄的全体员工 感谢向秀 天来呀 这人挪活 数挪死 你现在这种人才 不能在山庄待着呀 山庄能装得下你吗 你呀 得去更大的地方发展 将来 得老厉害老厉害的了 这话你说得对 因为我很年轻啊 对不对 闭言的 我们很年轻 我们很值得 我们很值得 我以后的发展空间很大 你祝福我吧 咱们不落公事了 那个 大果娘好吗 去接 大果呀 大果还行吧 也就是个厂长 不过是正的 正长 是不是在流水那分厂干的 那个地方我知道 不大个地方 是 扒着弄 扒着弄哪个小地方 是吧 我知道 手下管管两个老头 要养你个奶牛 不 级别电话没有保安级别大 他 我手底下是十多个人的 还有两项狼狼 但是 没有奶牛 哎呀 行了天来 你就跟我说你今天你来找我 到底有啥事吧 我今天这不是看看大脚事 顺便吧 去看看你 稍待着看你 看我妈干啥呀 公司想看的 对 公司想看 他想开飞就开飞 他是现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现在 公司 不会是王大拿让你来的吧 王大拿 董事长啊 董事长没有啊 没有啊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 现在就是我说了算 董事长一般就是 把工作的任务都交给我 哎对 没事事 有时间的话 去山庄休闲一下 放松放松 不要老工作好不好 泡泡温泉 泡泡温泉 完了我签个单就完了 免单不用花钱 我签单好使吗 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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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行天来 谢谢你了啊 好好好 再见 保重啊 恭喜 精明点 那我就走了啊 笑话别送了啊 别送了 别送了 回去吧 咱就别握手告别了啊 保重 给大果带好 谢谢 没事儿 没事儿领大果去玩一玩乐乐乐 好不好 再见 哎 后备箱 快点 快点 走 走 快点 早上 写上 这首车命感那么好 我们家大国呀 就是给人家打工的命 喂 刘总 那个 是这样啊 我刚才看见王天来了 是王大拿派王天来 来看西大角的 杨阳阳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啊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 你想想他们俩的婚姻 会是个什么结果 所以你必须啊 跟王大拿说 作为王大拿身边的一名老战士 虽然这名老战士 现在被人开除了 但是我依然热爱着他 我刘大脑袋 以一颗赤诚的心 要提醒他 千万不要玩火 要以婚姻为重 还有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刘总 那你意思是不是要 把你的原话 会不会给董事长 那你起码得保持原意 但那两句话啊 我依然热爱着他 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一定要转达给他 行 刘总 那我现在又去 好 怎么回事我没听明白 就是那个前总经理 山庄怎么啥时候 来个姓钱的总经理呢 不是董事长 你误解我意思了 到底谁啊 就是以前那个刘总 刘大脑子 你这小孩 刘大脑子是你教的吗 刘总虽然不在咱这工作了 但咱也需要尊重别人 知道吗 他在期间对你多好啊 你还管人叫刘大脑子 这么叫对吗 不对 背后不要说你坏话 你这小辈子 就不应该管人叫刘大脑子 他怎么的呢 他他让我转告董事长 他作为董事长身边的一名老战士 虽然这个老战士 已经被董事长开除了 但是呢 他还是依然热爱着董事长 他刘总 以一颗赤诚的心 让我提醒董事长 不要玩火 要以婚姻为重 还有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谁说的 刘总 你告诉他消停点 他说谁呢 他路边野花不要踩 谁踩呢 我踩了吗 我不知道 刘总让我这么说的 让你这说你就这么寻啊 他是被杨大脑开除的 他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啊 其实刘总也是偏好心 他怕你和杨总之间再有误会 你说说我在山庄怎么样 董事长是个正顶人 我踩谁呢 谁也没踩 你看看这合适吗 以后少跟他通话 嗯 好好干 嗯 占准立场 必须的 这刘大脑子走了 咱没开除你 就算给你面子知道不 知道了 他刚哄我路边野花不要踩 你刚哄他 你让他踩着别歪脚 哎呀 妈回来了 妈妈 来 女儿 回来了 咋样 有点变化 没事 变就变吧 你和王冰合作的事 我和你妈本来就不赞成 这事儿你俩就别操心了 我自己会处理 哎 嘿嘿嘿 谢谢李秘书 我那哪儿董事长 是不是表扬我了 表扬啥呀刘总 我当没表扬你 还给我筹罵了一顿 刘总 以后这种不准确的消息 你可别让我汇报了 再汇报几次 我也得被开除了 好了 你说我不是自取灭亡吗 刘大佬的刘大佬的呀 你是聪明粉 你聪明我 回来了小冬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清明你说 这里边能有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跟永强有关系啊 永强 不会吧 说不好 要不 你从侧面问问 我打个电话了 什么 怎么了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吧 也行